好了,这个fnl咱们就过了前面的b红,现在要做下面的这些东西了 下面的这些东西咱们都不再给写了 周老师,你前面写的这一堆,我是明白的,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借助这个glist去写了 这些就全部关掉了,culted project 在这儿建一个质型加坏工程,咱们今天还是写加坏工程 可是到下午的最后就写外质工程了 再写一个I don't know 在这里我又建一个 或者叫建个文静健康,不一样 建个文静健康 在这里面,new,不new file new一个,然后再找 往前拖一下,大家看到这里有什么 那这里面有一堆东西 我们要用什么 反正别的我们也看不懂,现在你是不是真的看了这个 就选这个了 然后我再写什么 就写一个帐篷 往前拖一下,周老师怎么长得一样呢 点一下下面的数字,这是它的原来 它其实这边就告诉你有什么贴点的,点个缩锁 这里面真凑出来啊,搞定 好,那接下来呢,在这里面就要给大家说说里面的这些元素呢 或者叫标签 再说一下 元素是什么呢 元素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里面的标签 说白了就是叫尖括号 扩起来的东西,这些都叫元素 扩起来的都叫元素 当然,有的人把这个东西叫做标签 就是不管叫什么 说的都是挺一个东西 有人把它叫做标签 那这个标签怎么写呢 那必须得有个尖括号把它扩起来 在这里呢,写一下 写个尖括号里面 你写啥都行吗 比如说我们还是最简单的 就写个叫什么呢 子丢的三四题 那我这么一写啊,你保存 它身为暴缩的,点光标有没有提示啊 这样没有什么提示 没什么提示呢,在这里呢 它之所以暴缩是因为标签是 重对出现的 这有点像我们的那个 没写上什么也是一个样啊 你知道呢,刚才是标签 你看,其实它会有提示的 但一般我们在这写就没有提示了 监控号,直接回车 这就不能不成吧 就是一个标签 标签是重对出现的 然后开始标签是这样 结束标签是这样 做一下笔记 重对出现 好,如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来了,我问一件事 这标签里面呢 它结束一定会这么写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加个刚好 应该就能够写的 我问你个问题了 这标签里面还能放标签吗 还是我就必须得留在这儿又写个叫 叫美,然后又在这儿又写个叫美吗 必须得一件事 你看我在这儿写的就包错了 你看我在这儿写的包错了 那其实 注意,文档声明下来的第一个标签呢 叫什么标签 叫跟标签 我们写的剩下的这种 其他标签呢 都必须在哪个地方写的 跟标签的群体 这个地方有点像 大家写这个class的时候 这个达口号 你的那些什么成员 就会给你的照样 你的方法就是被写的照样 你的美方法就是被写的照样 当然可以写两个class 但这里面是不行的 好的,那咱们写两个文档声明下来的第一个元素 叫做根元素 既然你说元素叫根元素 但是如果说标签的话 就叫根标签 那标签里面是可以签套标签的 签套标签 但是必须得常规出现 当然了,还有一种标签 是不一定要常规出现的 我们章是可以写的 你看我的章可以写的 可以这么写 真可以写的 那我还可以写什么 你还可以写一个 叫age 然后,现在肯定暴脱了 为什么呀,你只有开始的时候没有写出来 按照正常方面 然后我给大家写到age 他就没错 那我还可以怎么写一下 能那么行吗 能那么行吗 这个是 这种呢,其实就是 空标签 一般笔面是跟属性相关 一般是跟属性相关 等于暴脱给大家说的属性 在这个地方呢,好像 大家在学esmail的时候 你们写的A标签有一个东西吗 可以 A标签能不能可以这么写 可以 或者是你们写那个 有没有写过一个ing magic的东西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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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我们的标签的写吧 第四 空标签 就比如说是这种吧 就是结束标签 即是开始,又是结束 一般它是配合这个属性相关 好的 这是咱们的元素定音 那再问大家写 说一下 这个标签里面的名字 有规定吗 有 有没有规定,就是你为什么叫 你叫A,行不行 能不能叫A 可以 这个标签你可以自己定义 你不一定叫A,不叫A 但是呢,如果你前面叫A 你后面 你能叫A,不能 你后面也叫A 这就可以了 但是 等一会我们就会说到这种命运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标签可以 可以 可以自己定义 诶,问一下 A的标签能自己写吗 那比如说我在A的地方里面 我写个叫张三 这肯定不行的 好,标签名字 可以自己定义 所以呢,它 前面呢,我们 就说了 它是一个可拓展的标题语言 其实就是里面这种标签呢 你可以自己定义 那还有下面的第一部分 这标签它有什么命运规则 能不能关系啊 这是我刚才就是随时写的A 能不能就写个叫A 那我来写个什么这种会员 什么的 A 你看,A 不认识了 明显的颜色是不得了 那其实 它的这个命运规则呢 你其实不用记太多 你也只需要知道 你写这个标签的时候 就刚才 大家说的名 建品之一 要看到这个名字 你就知道这种名字 你也不要故意写什么 这种美元符号 这种什么 这种啊 这种加号 等号 一般没有写的性能性 那你对写的STU 对写的STU 那它的命运规则呢 其实这个API里面呢 有说的 那就是它的一些 元素的定义 下面就有命运规则 这段号我就不复述了 但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你不要去刻意的去 讨好这些规则 你只要写的极其的简单 写一些单词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拿回来 尽量 走命运 尽量简单 做到 尽量之一 好了 这是咱们元素的定义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 大家呢 只要掌握两点 第一点呢 是标签成对出现 第二 开始跟结束 第三 是标签成对的 第二点